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家庭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共进晚餐 今天的主角是未来的民宿主人 世事讲求完美的女主人在来宾面前乱了方寸 竟忘了端上精心准备的主菜 而大耳化之的男主人也频频遭到来宾吐槽 三条线几度挂在脸上 究竟这是什么样的家庭 来的是什么样的神秘嘉宾呢 请收看今天的谁来晚餐 过着乐活的田园生活 是许多人退休之后的梦想 不过大多数人只停留在空想阶段而已 今天我们要拜访一个提早实现田园梦的家庭 那是目前住在永和 享受两人世界的一对夫妻 男主人卢正慧 48岁 绰号老爷 贸易公司的业务主管 欣赏美女的他想找的来宾是 隋唐 侯佩晨 丽金 珍妮 女主人陈慧秋 36岁 绰号朱朱 自称别角的家庭主妇 却领有秉急中餐执照 喜爱美食的他会想要找谁呢 我喜欢会煮菜的男人 究竟谁会是今天晚餐的座上宾呢 拜个关子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东道主吧 今天的主人翁老爷与舅舅这两年以来 经常在花莲与台北两地奔波往返 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圆梦计划 这就是我们稻田里面的行头 这个 这个真的要重点 真的啊 你看 这都是我们 跟土地接触的证据 不用怀疑 他们可是认真的 2007年春天 这对夫妻俩卖掉了台北的房子 毅然决然地在花莲光复买了块农地 开始种起房子来 准备当个民宿主人以及农夫 没有卖掉也没有钱来可以做这个啊 一定要这样子的啊 你看小小一间可以换这么大一间 多好 在台北金融贸易圈打滚二十多年的老爷 其实是台南乡下长大的小孩 回归农耕生活是年过四十之后的梦想 这样的生活会让你可能比较放松 或是可能可以真正想一些你想做的什么东西吧 上班就是每天嘛 早上 下午 这个时间都是被设定的 但是目前努力当农夫的朱朱 是个典型的台北都会女子 注重流行时尚的她 过去可是名牌高跟鞋 名牌包的迷恋者 很难想象她会套上充满泥巴的塑胶雨鞋呢 基本上我是做什么像什么的 对啊 做农夫就像个农夫的样子这样子 皮肤变粗 然后会黑 会 你可以接受吗 我就是尽量 我们有讲过啦 他变黑 做一些保养还是要啦 对啊 就是你不能太丑啊 我们做民宿还是要见客人吧 疼老婆的老爷当然接受旧旧的任何改变 毕竟身高不高的她 可是经过一段九年的爱情长跑 才让高个子美女旧旧点头答应走上红毯的 我刚在追我老婆的时候 可能我年纪也比她长一些 所以会比较有些策略 我策略比较好 我那时候跟她 我去找她的时候 我常坐在驾驶座上 尽量避免下车 所以到好几次她才站起来 其实我也吓了一跳 然后大概有个一阵子吧 就觉得没有必要再出去了 对啊 可是后来 后来发现其实妈讲话很有内涵 年纪相差十二岁 身高相距十二公分 这样的老夫少妻 女高男矮的组合 在一般世俗的眼光中 很难把两人放在同一个天秤上 旧旧的朋友耀宗坎成 自己当初也曾有过 荒谬的刻板印象呢 不是两个人最大的事故吧 有一天就看到旧旧 跟我们打招呼了 旁边就跟了一个 这个老机上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画面 还是老机上 那个画面 但是应该还不像老机上 我觉得任何人看到 都会联想到 那种日本老机上 带一个 我就真的以为她是日本人 旧旧的老机上 来台湾 买某种东西的 还寻找村子 真的 经过这些年来 这样子交往认识之后 然后 其实我发现 老爷是那种 你知道孔子有讲过一句话叫什么 有直有亮有多文 你知道 老爷就是 真的服了这样的歌线 还好 这样讲就不好意思 刚好而已 也可以下台领个钱 今天大家都领了钱 而撇开世俗的眼光不看 对老爷来说 跨过十二岁的距离 才是最吃力的 年轻的会比较 活动力比较高 比较爱往 他就会比较想多排一些活动啊 外交通或其他的聚会 那像我来讲 这些都是我以前经历过的 我可能就不是那么乐种 应该我们两个交往 就是倒吃干的吧 慢慢沟通之后 我把我自己变得幼稚一点 他把他自己变得成熟一点 那就我接近了 这对夫妻俩 挑战世俗眼光的事情 还不止如此 结婚五年来 为了维持生活品质 爱小孩的两人 却不想生小孩 当个快乐的顶客族 如果生小孩 这件事情 你不是那么明确地 调解它的意义的话 自己本身 就以我来看 那真的有生跟没有生 应该OK吧 只要我妈妈 她不要太care这件事情就好 那我们是觉得 我们现在其实 想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小孩不在我们 好像放不进来啦 就考虑说那就不要了 或许是没有小孩的牵绊 舅舅与老爷才能专心竹梦 打造属于两人的未来 不过他们真的准备好 当农夫与农妇了吗 在打造梦想之屋的过程中 两人的生活会有哪些改变呢 买了花莲农地之后 为了专心打造民宿 朱朱改变了许多 他辞掉了外商公司 待遇家的秘书工作 当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还改掉一个写评买名牌的习惯 也有吧 我觉得也有啊 就是你上班 然后可能被客人骂 被老板念的时候 或者跟同事有些小不开心啊 然后就下班 就去花钱买快乐 现在比较不需要的啦 你现在有没有必须要买的吗 不会耶 我现在 我老公送我一棵树 会比送我一个包包 让我开心 舅舅珍藏的名牌鞋 以及名牌包 如今半数以往拍 或是树枝高阁了 当你把这些东西都卖掉 什么 你都不觉得可惜 不啊 用不到了 我其实刚开始离开 离开工作的时候 我还是舍不得卖啊 就有同事问我说 你不工作了 那你那么多包包要干什么 要不要卖掉 我就说不用啊 反正我拿来装锄头都好 现在的JuJu购买的物品 已经转移成 民宿有关的居家用品 目前房间内可堆满着 从跳蚤市场收购来的战利品呢 所以这些都是要搬到花莲去 因为我们叫面包宿舍啊 就想说就拿这个面包 来做房间的钥匙圈 那房间没有房号啊 就是有的 有的房间就是土司房 有的房间就是菠萝 那你就去拿了你的钥匙 你的钥匙是菠萝 你就去找那个房间外面 吃菠萝的 那那个钥匙你就打得开 对啊 好像哦 很像啊 而且还有香味 我告诉你 你闻闻看 真的菠萝味 这两年来 JuJu也会利用时间充实自己 学习经营民宿 可能用到的各种技能 像是烹饪 园艺 以及木工等 他甚至会拉着老爷一起学习 南瓜 还有西瓜 西瓜不是要种在沙地吗 呃 OK 我 它种在沙地是为了要让它排水好嘛 西瓜才不会烂掉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都有把它 把土堆起来 所以它排水也很好啊 有没有它的水都在旁边 它不会 它不会 水不会积在那个西瓜苗的附近 所以它根不会烂 所以西瓜长出来也不会烂 嗯 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 JuJu应该是个认真上课的好学生哦 来这里上圆艺课的学员 各行各也都有 老爷与JuJu除了学习有机种植之外 也提交不少好友 等我们有一天收成的时候 说要学习圆艺的JuJu 却是站在一旁顾着拍照 难道他都是用看的 没有实战经验吗 因为我是左撇子 就是很多工具都不适合我用 锄头用分左右吗 有啦 它有那个 有时候有些是弯的边就不一样啊 真的 马来就我滚一下 好 这是表演者 要来啊 小心你自己的脚 不要这样嘛 在制作小组的怂恿下 JuJu展现了两年多的学习成果 就是要看我出球就好了 这边我就要再转过来啊 跟大家的脚步一样 姐姐你那个花莲那边啊 这一群农工队过去那边搬弄 好啊 歪掉了 一天三千啦 一天三千 歪掉了 什么必别 歪掉了 什么必别 这一半的三千块给我们看得不错啦 是要怎么注意啦 是啦 歪掉了 还给我们三个比较的 看这间黑股是不是比较比较的 就是嘛 你以为三千就好了啦 还要供应三餐耶 还要住宿哦 还要按摩 还要按摩 还要按摩下去了 还要带你去竹鱼耶 JuJu动作虽慢 但还是有模有样 学费果然没有摆脚 算是及格咯 好 你来 这句 上完圆艺课之后 老爷与JuJu又要赶赴另外一地学习木工 悠闲的周日过得好充实 怎么都是老爷一个人默默地坐着 JuJu却在一旁观看呢 他爱坐啊 可是我学我知道怎么做嘛 到时候他 如果你一个人可能记得的是60%好了 两个人各记60% 可是会有一些重叠的啊 所以可能我会记到他没有记到的 所以两个人来上课的好处就是这样啊 这两年来 补充体力的时候咯 JuJu可是准备了好几道料理呢 其他学员的午餐都相行见处 你们觉得你们吃得很逊吗 吃得蛮逊的 全都很辣 我把你穿穿我都为了做木工 他来做木工的时候他是总指挥 这边缺两道 太宽了太宽了 他是公司王 哎哟不要这样子说嘛 他是指挥 指挥 指挥 我刚刚刚讲说我去全木工耶 结果你 就被发现我是来这边 做菜给大家吃 真的 老师吃吃看 最近的德艺作品 这个对 然后你要去台东 一定要再花点停下来 对啊 还故意捞过去 七天七夜然后做好一个衣柜 再会比较 超多的 你的那个 那什么 房租的费用就是 你木工那样 老爷与猪猪 木工的真功夫还没完全学会 朋友倒是教了不少 不过这也是另一种收获呢 老爷与猪猪不生小孩 却有成达的干儿子 以及干女儿 偶尔玩票当爸妈 他们照顾小孩 包尿布的功力是如何呢 广告回来 父母体验季即将登场 今年夏天 老爷与猪猪即将搬到花莲常住 因为在花莲光复外食不容易 过去厨艺差 甜少做菜的猪猪 这两年来也开始学习烹饪 野角的家庭主妇 最后竟然考上中餐秉级执照 不过西餐却是他最爱做的料理 指引他觉得自己不适合中餐 我很不爱吃油炸的 然后就是他需要很多的葱姜蒜 那些辛香料 那个我也不爱 因为你不爱吃 你不会去试 你就不想那个好不好吃 就像不喝酒的 就像不喝酒的 对啊 也许他调出来的酒 那个味道就 就是不太一样 现在竹竹每天都会练习烹煮西式餐点 白老鼠当然是 Tia Bo的老爷咯 老公 你帮我试试看好不好 这样子吗 那么大 辣辣是大蒜 一点点辣 OK啊 很可以 早餐是Juju最重视的一餐 他经常调理的餐点便是欧姆蛋 水果优格以及各种口味的豆浆 喝豆浆跟外面喝比较不一样 我们是连豆渣都喝 那这个的话 其实你就喝到一点点渣而已 那其实那些都是纤维嘛 它会帮助你的肠胃滋动 为了在镜头前维持优雅的姿态 Juju做起菜来 动作略显缓慢 而且她做菜有个习惯 就是不停的清理 那也是速度不快的原因之一 你刚刚已经擦过了 又有水滴啊 你看又有水滴 因为那个台面就是太矮了 就很容易会滴到 像我妈妈的龟毛吧 然后还有你去上课 那个中餐 其实她很注重的就是 台面要整齐 然后你的卫生程序要对 花了一个多小时 Juju为老公做的爱心早餐 终于上桌了 讲究摆盘艺术的她 特地将早餐摆在英式下午茶的 三层点心盘架上 你要送外卖吧 你要送外卖吧 对啊 这样比较不会占空间啊 我看就是一盘这样分给吃 这样 对啊 不要那么多谁吃得完 就两个人一起吃 其他都没有预期说会 可以吃到她做的餐 我想说吃外面就好 可是这是多出来的附加价值 一人吃一碗 感情较少了 这是老爷与叔叔体会的 简单幸福 这一早的餐桌话题 不免俗的当然跟 谁来晚餐有关咯 这对年龄相差十二岁的夫妻 在嘉宾名单的选择上 是否也有差距呢 我老公最喜欢的女明星就是水塘 因为他觉得水塘很有气质 然后腿也很长 他还喜欢腿长的 他这样讲很尴尬 为什么很尴尬 欣赏 不是很喜欢 历经他 我们对他比较印象深 就是他主持那个 超级偶像那个节目 还有他还想找的就是 侯佩晨 共同的 共同的那些 因素就是他们都很漂亮 老爷开出的名单 都是线上正夯的美女籍人物 只不过 他与美女偶像们 会有共同话题吗 珍妮可能是 比较会有共同话题 珍妮 为什么 珍妮 因为她有一个农场 叫做西土瓦 那 我们很想跟她请教 就是怎么 怎么 像她 一个心路历程 她怎么 为什么会从那种 光鲜亮丽的明星 然后会出来想要去 做农 总是替老公发言的 珠珠 难道心中没有属于 自己心仪的偶像吗 我喜欢会煮菜的男人 我喜欢 可是我比较喜欢 可能因为我看的节目吧 都是旅游生活频道 所以我比较喜欢的 就像是 杰米奥利弗 然后 Curtis豆 然后还有一个 巴伯布鲁 我觉得他们就是 会把煮菜 变成一件很轻松 而且很开心的事情 然后煮菜你就觉得 好像 究竟是局就喜欢的 西方美食达人 还是老爷欣赏的美女偶像 会前来赴约呢 请耐心等待结果 交往九年 结婚五年以来 老爷与朱珠 一直都过着 两人世界的日子 不打算生小孩的他们 比起要为小孩 挂新的家庭 拥有更多 自由运用的时间 可以说走就走 是快乐的顶客族 除了上课 到各地找美食 打雨球之外 喜欢热闹的老爷与朱珠 最爱到好友家串门子 玩小孩 每次都这样 小人玩小人 就大人 就玩大人 这一天 朱珠和老爷 前往好友药宗家 带来亲自烘焙的布朗尼 给大家鉴定 看看是否有资格 成为未来民宿的 招牌点心 这要逢下 帮忙评见一下 这要逢下 这要逢下 给个分数 嗯 这个比较不会像上升 这个比较不会像上升 那么苦 朱珠 真的 这个是小朋友 和大人都可以吃的 现在有什么都不能吃苦 现在人是 因为 因为 年纪大了 然后就是周遭的 一直提醒他 不能吃太甜 他现在 痛痛啊 对啊 他现在 他担心啊 你这个不是啊 他担心我会领到巨额的保险 然后去养小白脸 所以他现在要把身体固好 你看打球今天也很认真啊 你那个不过花也 对啊 就是一定要把身体固好 吃的养生 活的健康 是年近半百的老爷 给舅舅爱的承诺 虽然老爷与舅舅不打算生小孩 不过好友的小孩 都是他们的干儿子与干女儿 偶尔心血来潮 可以尝试当父母的感觉 你今天有那么乖呢 对啊 可以起来了吗 一把 一把 有不要欢 他有这么乖吗 一把 他为什么这么乖 一把 一把 老爷与朱朱照顾小孩子 还算有一套 只不过两人只想玩票而已 很好玩啊 尤其是别人的更好玩 玩完就可以还给别人 自己没有负担 晚上也不会朝你睡觉 我是很羡慕他啦 可是 要不要生我就还是看歌了 我觉得 有也好 没有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他们盖房子 房子是他的小孩 这个跟养一个小孩 其实差不多 只是现阶段 你们花比较多钱 短期花 我们是累积起来 没错 打造梦的小屋 老爷与朱朱 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呢 不过在这对夫妻心中 眼前有个急迫的问题等待解决 究竟要找哪位嘉宾来吃晚饭呢 好友们提供了一些建议 我们最近有考虑到有意习 有意习 可以 我们以后的生活 跟这一类是有相关的 刚刚说有 有鸡毛生态 这些都是 猪哥呢 真的吗 真的吗 又觉得很久没看到 很想看到现在长洁 很想练 软金天 这么年轻的 软金天 对 对 对 你猪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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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长腿美女的名单开够多了 再说下去 就要闹家庭革命了 你还是品尝红酒 吃点甜点吧 距离民宿完工只剩两个多月 这一天又是老爷与猪哥回花莲监工的日子 让人赶过来 不好意思 如同以往 由于老爷不喜欢在苏花公路上开车 两人总是驾车到罗东 再转搭火车到花莲光复 接着开车到两人未来的窝 费时五个小时 这两年来 这样的舟车奔波已经数十趟了 所有的辛苦 在看到房子之后 都会烟消云散 是这样子吗 对 是这样子 这样子 可以吗 这样比较干的时候 比较干燥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刮掉 每次进宫时 朱朱跟老爷 都会与师傅仔细沟通 两人有时候也会试着做看看 体会DIY的乐趣 你要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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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做得很辛苦 把自己弄得很邋遢 然后很丑 然后很累 对不对 你当个民宿的主人 你可以也是很 可以很轻松做得很开心 然后很优雅 对啊 对啊 如果你事先都考虑到了 你是不是做起来会比较快乐 开心 因为你的标准高 我的标准蛮高 我会降低啊 就是衡量说 在体力可以负荷 然后做起来是轻松又愉快的那种状态之下 我老公有说我们不是要来吃苦的 我们是要来过生活的 费时两年 原来的空地就像小树苗般 渐渐长成了大树 两人未来的梦想之屋 已经接近完工阶段 老爷却有一种在做梦的感觉 感觉不一样 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不会啦 很真实的 你手摸得到 脚踩得到 一切都是真实的 很快啊 我们 在两三个月 就要在这边开始生活了 会担心吗 不会 很期待 很期待 在这边的生活 一定会 更开心 因为这就是我们想到的生活 对不对 对 等很久了 老爷与啾啾的田园梦 就快实现了 也许两人这两年来 做足了准备功课 不过在光复过生活 才是考验的开始 还请给这对 有勇气追梦的夫妻俩 爱的鼓励吧 看完这家子的故事 让我们总整理老爷 与主持的梦幻名单 包括知性名模隋唐 田杰儿侯佩岑 购物天后丽金 西里年代巨星珍妮 厨余达人刘丽雪 拜犬女王杨景华 歌丁秀泰斗朱歌亮 谁会是最后现身的神秘嘉宾呢 今天是神秘嘉宾上门的日子 为了在客人到访时 能够表现得悠闲自在 讲究优雅的朱朱 老早就开始准备了 而她最得力的助手 当然不是老爷 而是这台食物调理机 对啊 今天很多都要烤吗 待会做面包也要烤它 那最好今天不要挫掉 今天不会啦 不要乌鸦醉好不好 那挫掉我就去外面 买自助餐 虽然老爷在厨房 无用武之地 但是想到待会的神秘嘉宾 可能会是美女 她可是比平常多出了点力呢 真的是找男人做事的下场 我们就是要清很久 所以不如自己做 要把面包做完成 万一失败 我再去买土司来蘸 擅长西餐的朱朱 今天也将烹煮她拿手的西式料理 包括前菜鲍鱼酱沙拉 南瓜汤 主菜烤石书 青酱炖饭 圆雪 以及甜点焦糖烤布雷 而挑选的食材 尽量使用来宾希望的有机蔬果 今天的像南瓜的话是 就是我们花莲的朋友给我们的 那其实种南瓜也不需要农药 对 这段时间 朱朱只要有空就会练习今天的菜单 尤其是这道有浓郁奶香的焦糖烤布雷 老爷可是拍胸普挂保证呢 它的做法相当简单 大家也可以试做看看 所需的材料包括12颗蛋黄 4杯鲜奶油 3分之2杯糖 以及一小匙香草粉 而料理步骤如下 首先将两杯鲜奶油隔水加热至90度C 再将剩余的两杯鲜奶油加入蛋黄 以及糖混合 接着将未加热的鲜奶油 倒入隔水加热的鲜奶油中混合 记着要边倒边搅拌哦 随后马上进行过筛 装入模型中 什么时候可以把它推进去烤 等一下要隔水加热 所以要等我的热水 再把它推入火坑 尾声你不能往后 接下来将烤箱预热至160度C 再将布丁模型 放入装有水的烤盘上 隔水烘烤30至35分钟 最后如果想要有焦糖效果 记得先撒上糖 再用瓦斯喷枪烧即可 担心自己漏掉任何细节 舅舅特地准备了一张大刺报 来提醒自己 上面标示了晚餐上菜的顺序 以及每一道菜搭配的餐具呢 我们星期六三个星期六 圈夹已经完成了 圈夹已经完成了 对啊 我一样一样买 你不要再给我家那个 你还要煮南瓜 对啊 买得起煮吗 不要炒了 你去看电视好不好 好 老爷 你还是少给紧张大师祝祝压力 让他专心做菜吧 所以你们两个觉得谁会来 是 黄佩晨 对啊 我也觉得是黄佩晨 黄佩晨 第一个 因为常常有人要请水塘 结果都不能如愿 代表可能很忙或其他考量 第二个 丽金 丽金好像很少看到有盆外的节目 都是盆内的 都是主持节目 他节目很多啊 几乎都满党 每天都看到他上节目啊 所以我猜他可能没时间 再来就是像刘丽雪跟真理 应该 我们刚才 我跟老婆有讨论过 就是可能 比较没有那么多人认识他们 所以 是不是请来这边的话 会 大家不认识他们 老爷的分析听来可是头头是道呢 不过最后现身的嘉宾 真的会是猴沛层吗 待会答案就可以揭晓了 一个人要用到这么多盘子哦 这个是汤的 前菜的 煮菜的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舅舅与老爷终于完成料理 以及餐桌上的摆盘 就等着客人上门来喽 辛苦了 OK吗 要不要喝一点糖 不要 那会中间要我跑厕所 不会的 这边在 你就开门就好了 究竟谁会是对讲机 另一头说话的来宾 会是隋唐 丽金 珍妮 还是两人猜测的猴沛层呢 前来敷衍的嘉宾究竟是何方神胜 竟让诗诗要求完美的猪猪乱了方寸 频频出错 我 他在发狗耶 他在发狗 你认识我啊 我认识了 今天小小的礼物 谢谢我们自己的菜 答案揭晓 今天的神秘嘉宾是七零年代 红极一时的美女巨星珍妮 珍妮唱过许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近年来她渐渐淡出演艺圈 将重心转移在自己开创的农场上 相信她应该可以提供宝贵的意见 给这对竹田园梦的夫妻俩 因为我不是那么喜欢跟陌生人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谈什么问题 会不会有一些很白目的问题来问你 或者跟你要求一些事情是 你很false就是很勉强的那种 那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可以被勉强的人 那我基本上我是很随意很随性很情绪 那如果说问的时候 问得让我觉得很烦的时候 我会起身会走的那种 但今天是我送上门来的 我愿意尝试一下 那你看我等一下会不会起身走 真的认得我 听了这么帅直的一席话 实在令人胆战心惊呢 难得见到巨星的风采 啾啾就像追星的小影迷般 只顾着与珍妮拍照 并且急着请珍妮分享经营农场心得 根本忘了上桌用餐 在谁来晚餐工作人员提点下 晚餐才正式开动 今天晚餐是以西餐的方式进行 首先上菜的是沙拉 原本打算优雅面对嘉宾的旧旧 一开始就出了小状况 可以吃吗 来来来 这个我们先来干一杯好不好 我的沙拉酱 对我也正好觉得是你特制的 所以不用沙拉酱 没有 这是现成的 对对对 来来来 好 不好意思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不会 是因为你看到我 太诱惑了 对啊 她很紧张 我还 我还 不要啦 你还好啦 她只要她会这样 对啊 没有心理我先做好心理监测 是啊 对啊 对啊 要有surprise才有意思 对啊 由于珍妮目前正在矫正牙齿 她只能使用柳脂以及软食 还好旧旧今天准备的饮食料理不多 珍妮还是可以先行享用 嗯 蓝莓好吃 蓝莓是超级食物 对 对对身体很好 那像你在那边的饮食啊 嗯哼 食材大部分都是自己种植的比较多吧 我都吃我们自己的菜 那如果是肉类呢 肉 我有放山鸡 因为我有个鸡场 我有个很大的鸡场在上面 那我养不同的鸡 有生蛋的鸡 哦 还有一些夯鸡 就是公鸡 就是公鸡 因为他们会打架 我以前也不知道 太多男生就打架 抢女生 哦 所以公的不要养太多 不能就是要找种鸡 就是鸡种 就是公鸡呢 一两只就够了 那以前不懂 嗯 一搞一搞十几只养一堆 每天在那边咬啊 鸡飞狗跳 对了 鸡飞狗跳 所以我现在我们的 想不到连养个鸡也有学问 对 过个简单的乡下生活 似乎没有想象中容易 我偏向了很多的小朋友 四年前 珍妮怀抱着浪漫的想法 而买了现在的农地 压根儿就没有想过一些现实问题 她以过来人的身份 提点老爷与啾啾 少走一点冤枉路 这个 所以我的朋友都说我是疯子 嗯 因为我太疯了 五分钟就决定 买这个是欠丝粮 嗯 可是所以后面有在这四年里面的折磨 我觉得是上帝要来折磨我 是故意的 譬如我的村里面的折磨 我的乡里面的折磨 然后我县里面的折磨 就是我不懂这个法律 我不懂这个规定 那所以有很多东西 你们一定要搞清楚 嗯 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归县之内 然后去你可以做什么 所以我被罚款啊 譬如说我做水啊 或者是我你想想你一进去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水啊 电啊那些通路 通通都要先做好 这是基本的 对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就变成没有申请 或者我没有讲 或者我想把阴沟弄大一点 我觉得比较安全 那但是都没有考虑到 会有一些不好的人 也不完全是犯规 可能在一般人来讲 是很容易过去的 但是呢我是特定的人士 就是 谈起草创期的孤立无缘 珍妮有着满肚子的牢骚 偏而面对参差不齐的客人 对幸局的她来说 又是一大考验 这也是老爷 与旧旧未来可能 面对的现实问题 我就觉得 那个客人啊 参差不齐 对 好的真的很好 对 坏的真的很够坏 对 所以我会被影响 对 所以心里要有准备 每天会有 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事情 但是我是比较坏的那种老板 就是说我比较自我 我比较坏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感觉比较重要 那如果说你们为了赚薪水 可能你会注重别人的感觉 对 那我今天我不要赚 我不要赚这个钱 我要开心 对 比较重要 看你 看你平衡在哪里 对 看你钱比较重要 还是你自己的事业 你自己的感觉比较重要 那像我就是 与珍妮有类似想法的Juju 点头如捣蒜 十分赞同珍妮的想法 我可能跟人家的格调不一样 就是说有一些我坏的东西 你很不要学 知道吗 我坏的你不要学 可是这种是一种经营的理念 我觉得就是不管做什么行业 你违背了自己的一个个性的话 你会做得不开心 对 那因此我们公司里面的人 会讲说服务业益 你要忍耐 那我觉得我try to 忍耐在一个限度 对 我是尊严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那我就会还你钱 请你开门 赶快走 就是这样子 我就试过被我赶出去很多人 对 不巧我在 难得气味相投 珍妮滔滔不绝地分享 想经营农场的经验坛 前菜的沙拉与南瓜汤 几乎只是吃了几口而已 就在主菜圆雪上桌之前 也进入了谈话白热化阶段 正妮忍不住地问了子行 令她好奇的问题 也点出了一些竹田园梦的关键 其实不太会走 就一下就好了 话说 那你们都丢下自己的工作 我好奇 好 那都没有固定的工作 那你们怎么维持生活 我再直接一点讲好了 你买了这个东西 然后你又不做工作 那你的收入从哪里来 还是你家里给你的 然后还是你们自己存的 那到底你们怎么活呢 我们当初就是我把工作辞掉 可是我老公他还是在上班 就是我们尽量降低自己的物质的欲望 其实你不去上班 也许是直肠子通到底 正妮毫不掩饰内心的想法 直接点出目前经营民宿的困境 到现在民宿这个生意很普遍 所以如果你没有特色的话 你是很难生存 我们就是可能跟你说的一样 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小众的族群 就是跟我们会合的过来住这样 像我的房间大部分都是两人房 因为我动作很慢 人来太多我可能应付不来这样 你如果现在又有负债的话 那你就更要小心一点 你一定要让你保持 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你要想办法让他做到可以有固定的收入 因为我试过零收入 那一天是零 是完全没有生意的 好像是礼拜六 我可以讲我没有压力 我实在很担心你们会有压力 OK 所以要很小心 我们还好 因为我们没有生小孩 也没有打算生 所以那家里那边的话 也都不需要我们经济上面的 对 就像我跟我女儿一样 就是变成做多少 我们就是有多吃多 多少吃少 我们帮我老公说到成设备了 没有 没关系 他们没学着 老爷究竟说了什么话 有来说话 向来直来直往的珍妮歇落一般 让琪琪跳出来急着要替老公变白呢 由女万世族的珍妮 当年可是承受着未婚生子的压力 对于有能力却不生小孩的老爷 与琪琪感到十分好奇 她想了解这对鼎克族的想法 你是不喜欢生孩子的吗 你们觉得你们会不会生 不会 目前 不是目前 我不问你目前 我问你这一生 不会了 就你们两个都同意不生 可是我的情形比较不一样 我今天想在这边讲的就是 我不要人家学我 因为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 我能生 你不能生 我有资格 因为我有潜养它 你不一定有潜养它 我会思考 你不一定会思考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很多年 很努力 但是我一直生不出来 我喜欢小孩子 可是我并不想要丈夫 那怎么办 你说呢 做到没想到就问题 你说呢 你比较聪明 不想要丈夫就不要丈夫啊 你去找一个 对啊 就是无名士啊 我会不一定要知道她是谁 对啊 好 这是一个好的技巧 曾经有过一次婚姻 也谈过几次轰轰烈烈的恋爱 珍妮对于婚姻生活早已不奢望了 因为她始终找不到 可以让她仰慕的男人 现在的她只想当个快乐妈妈 我敢在这个地方讲 我是一百分的妈妈 我是一个领压蛋的老婆 我自己告诉自己 我知道那我何必去害那个男人 而且我又再多一次婚姻 我去找一个人跟我分财产 没有什么意思嘛 我是肯定拿不到他们的财产 因为他比我少嘛 那我的比较多 我干嘛找一个人合法的来拿我的财产 我自己过得开心 对啊 我很高兴 因为我女儿跟我 我们很好 很好 我们很朋友 非常的朋友 对 我们很朋友 所以呢 我只要看到她 她开心 就是我的快乐 我只要她高兴 我就很满足 因为我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今天的晚餐犹如珍妮的脱口秀 说得比吃得多 就在旧旧上最后一道甜点时 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看什么节目 什么 谢谢 不好意思 今天帮她浪费好多 不好意思 对 我今天晚上 真的失败在这里 没有 没有关系 对 我已经习惯吃软饭了 最佳好多吃软饭 忘了炖饭 炖饭 炖饭 炖饭现在拿出来了 很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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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之前听得太入神了 久久京爵 自己竟然忘了上青酱炖饭 在客人面前出了个小球 不过久久准备了焦糖烤布雷 得到珍妮的赞赏 返回了完美交替的面子 就是这个甜点我女儿也爱吃 对 普通的比较稀 布丁很滑 它这个是另外一种 它很creamy 它是很creamy的 所以很好吃 对 这个比较rich 对 它不是普通的布丁 大家的爱心进去 时间跟爱心 好吃 谢谢 我会把它吃完 因为这是软饭 因为我没有牙的人 吃这个 或许糖分吃多了 人也变得更high了 珍妮问了一个 关于鲁家梦幻名单的问题 让老爷尴尬万分 我要排楼几 如果按照我们最早规划的话 应该排到第四 为什么我们第一印象是 会从荧花木最早曝光 最近常看到的 谁啊 第一个 第一个 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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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只是想看美女 对 我老公很喜欢 这是很高挑的女生 对 第二个是谁 只是想看明星人 一二三都是因为现在 没有 都是她选的 应该不是你 倒是她 真的没学着 不会啦 你眼光很好 你眼光真的很好 再来再讲 你不要太刻意 太拖 好不好 我知道你很爱她 但是你不需要现在 这么同情她 因为她不想要人家去可怜她 但她真的没有学着 后来 后来第三个是日经 第四个就是你 因为他们提醒我们之后 然后你才从第四开始 梳醒过来 你把我老公心都能射过了 没有 没关系 如果他不射你就糟了 真的 这是正常 这完全正常 我老公我会把你的行下 对不起 我把你的行下再扭转过来 我也在附伙阁努力 没关系 那你怎么说服你 我是因为你们的简介 然后就说你们有这个心 要去农场 所以我很好奇 你高她十二公分 她大你十二岁 那我没有补 是越差越远 OK 是十二加十二等于二十四 OK 那就是说我 我是因为看到你们的 组合 奇怪的组合 对 我很好奇 我好奇你们这个组合 所以我答应来 我家里的人都吓一跳 谢谢 你应该是来 所有的人都吓一跳 真正我的勇气 对 真的是 非常开心 真的是 真的是 我们是好朋友 永远的好朋友 谢谢 好不好 永远的好朋友 谢谢 写组筒 什么意思 好 今晚珍妮的职言 不会让晚餐的气氛 格外热闹 对卢家来说 也是一场永远难忘的聚会 她可以跟她那一根屁 就射进那个组筒 到现在都觉得 还是在做梦吧 珍妮姐很愿意分享 就是她很担心我们 就是可能走到不对的路 去浪费那些时间 那她也很担心说 我们之后的经济的问题 那在可能很多地方 她以后会给我们一些很宝贵的经验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可以请到她过来 而且跟我们讲那么多 她的经验 她的一些看法 对我们未来在花莲的生活 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感觉上 以她这样子 在国际舞台上面 那么活跃的人 能够坐在这么近的距离 这样 感觉很奇妙 想要放弃城市里面的一切繁华 然后要到乡下去 真的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然后一定要准备好 我就是很想来看看 她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我希望以后在实际的生活上面 能够再给她们更多一点的 一些支持 然后更鼓励 那希望大家互相地 在这一条痛苦的这个道路上面 又有甜又有苦的感觉 让大家都能够走得很安全 而且走得很幸福 身高与年龄有差距的老爷与舅舅 相信他们两颗星的距离 绝对是非常靠近的 未来的路不管如何 两人将是彼此最好的依靠 未来的路�� 左右 未来的路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